馬上帶你來關心到台北市長講完 今天呢是緊接著來到了台北市議會的民眾黨團 來向議員們說明這會期的重大議案來爭取支持 只是議員不滿講完日前承諾會請正風處來調查台志光案 但目前為止卻是零進度 馬上帶您一塊來關心 當時我就相信台志光已經在正風處進行行政調查 不過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的正風處長到我的辦公室來跟我說 沒有行政調查 你的正風處長在扯你的後腿 你的正風處長在摸議員的頭 正風處來啟動對於有一律包括台志光案子的調查 我會再次跟處長來要求請他來進行調查 你的處長很奇怪 金華城T17 18這兩個案子他已經在做了 而且動作很快 可是台志光他這邊不要那邊不要 甚至來跟議員講說沒有要做行政調查 還來我辦公室跟我大小聲 可以聽到針對正風處的態度讓議員是相當不滿 不過講完解釋由於台志光案 檢調已經早一步的介入調查 因此後續市府這邊啟動正風必須也要配合 檢調來偵辦 而至於柯文哲台北市長任內的北市科及 金華城等等爭議案外界有疑慮都是一樣比照辦理 不過近期前後任的這個北市府持續的护槓 新黨議員侯漢廷則是當場建議蔣萬和柯文哲 應該要建立一個蔣科熱線 讓蔣萬和柯文哲笑得有些尷尬也沒有正面回應 其他厚了 請 您 請